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能够理解 比如说你家巷口 有一堆垃圾在那个地方 很多腐烂的食物都没有那些清理 就因为这一堆垃圾在这边 招来很多蚊子 苍蝇 你要有两个方案 第一个请人来用杂虫去把苍蝇蚊子杀掉 第二个方案请人来把垃圾清掉 那你如果请人来杀蚊子苍蝇 这就是习药汤 他们只是去杀病细菌的一些 那如果中医呢 不是 中医完全不管它 中医是把垃圾清掉 环境这里干净 自然而然 苍蝇问题不会有 这是中医角度 所以我们因为中医角度是 清除为主 而不是以对抗病毒为主 以消导为主 而不是以强力 好 必定人家到强角杀死为主 因为你杀死一种病毒 第二代呢 就会更强的病毒会出现 那越来越强的病毒 就变成你不要制造越来越强的抗生素 那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到后来一发不可收拾 到后来总有一天会变成超级的病毒 就好像在医院里面有一种病毒 叫做AV virus 就是所谓肺炎 一种超级的肺炎的病毒 那得到这种 在医院里面感染的肺炎 是完全无药可治的 那为什么 因为医院里面把病毒都杀了 好 因为常常用那种消毒水 去清洁 因为还有医院 然后病人都常常使用抗生素 自然而然在这个环境里面造成 叫做超级细菌 超级细菌 那完全没有无血的 得到就是 在西医来说就是死路一条 中医呢 就是中医从环境上开始改变 所以把病人的身体的环境改变掉以后 病人每一次感冒就吃中药 每一次吃中药 就会发现到 刚开始呢 你常常感冒 比如一个月一次 吃了中药以后 把那个感冒病毒排除 病毒杀死他 排除体外以后 你的体力会 身体的抵抗力会更强 那下次得到感冒 可能两三个月以后 那你如果再吃 再得到的话 你要用中药来吃 那下次再得到 可能半年以后 就时间会越来越长 像我到现在 今年到56岁 我常年不感冒 根本就几十年来 从来没有感冒 连这个发个烧什么都没有 那也没有吃任何的抗生素 也不打疫苗 那你如果不但能用抗生素 去杀自己 身体上这些病毒 一得到感冒 就很小题大多的 所以抗生素 而实际上抗生素本身 只能杀死一些部分的细菌 并没有办法杀死 瘤过性病毒 而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个感冒呢 根本就是瘤过性病毒 那没有任何抗生素 可以杀死这个瘤过性病毒 什么叫 什么病情 瘤过性病毒 他有英文叫做virus 瘤过性 瘤过性 它是非常的细小积极 那也跟细菌不一样 那你抗生素只能杀死一部 局不是全部的细菌 局部部分的细菌 大 只能杀死部分的细菌 根本就没有办法杀死这个virus 所以bacteria是细菌 virus是细菌病毒 那这两个抗生素 maybe可以杀一些bacteria 但是完全没有办法杀死 那个virus 那心医大家都知道 你问所有的心医生 感冒是什么引起的 virus引起的 不是bacteria引起的 所以说 你感冒生病 你吃抗生素 根本就是没有用 那吃了抗生素 反正身体抵抗的越来越差 那越来越差以后 就你变成长期 那只要流行性感冒一来 你一定中奖 每一个大家都在感冒 每天没事都在感冒 这样跟吃中套的结果 完全是不一样 所以中医有几千年来 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做 所以我们不需要改变 因为我们清洁的方式 永远是一样的 我们不管你今天来的是苍蝇蚊子 还是来了一只 炸猛或者什么东西 我们都不去管它 或者变成什么 别的任何的变种的东西出来 我们不管我们环境清掉以后 它当初就是 有这个环境才有办法生存 那环境清掉的话 不管是什么东西 它都没有办法生存 所以极限来我们都使用光纳的方式 因为我们是整体考量 我们方向是对的 好 那我们今天进入这个正题 因为上一周我们讲的 糖尿病和心脏病 今天我特别想 赶紧聊一个问题 就是我发现 以前我也跟一些公司 的人力资源部的人聊过 但人力资源部人跟我说 他说现在这个女员工里面 这个乳腺真身和乳腺 好像很多 而且是那个量 其实完全不是以前的那个 以前那些女子还束胸 都没有那么严重 对 对啊 那个时候拿个不惨 就是为了 对 不要显得那么性感 那现在呢 这么方便 这么这个放 不要不然是方便吧 就是那么放松的状况之下 还有那么多这样那样的按摩机 还有那样那样的支持 然后大家都比以前 更加关注这个问题 那为什么就越来越多呢 然后机理是什么呢 好 这个问题非常好 这是一直在 心医学界 或者中医学界是一个谜 心医呢 只知道得到乳癌 那得到乳癌 为什么得到乳癌 不是很清楚 然后又说 女性荷尔蒙不能多 随便乱吃 吃胎都会得到乳癌 也就是说 心医自己知道 告诉你女性荷尔蒙会产生乳癌 你吃的人工的女性荷尔蒙 会造成乳癌 那实际上中医呢 很多中医学 他们并不了解 并没有真正去 研读到黄帝内经 你真正把黄帝内经读完 你会发现到 中医认为 奶水 女人的奶水就是月经 这有出处吗 有出 只有黄帝内经 那怎么说 黄帝内经 在黄帝内经 就直接讲 月经就是月事 月事以时下 那这个东西跟奶水有什么关系 奶水是 每个月月经来之前 女人胸部会胀 那胀到一定的程度 比如前个礼拜 开始慢慢涨起来 到了月经 一开始来以后 胸部的压力就会减轻 减轻以后 慢慢慢慢慢慢 就奶水往下走 走到子宫里面去 然后那 当月经比如说 来了三天 比如说来五天 来完以后 那个奶 胸部的压力就没有了 好 那我们 那为什么这样 不是因为胸部的压力 就是说 那这并不能说明 那就是奶水变的呀 对很好 我们有两个地方可以证明 第一个 这个 就会问一下所有的妈妈 生完小孩以后 你在喂奶的期间 你可能花了十个月 花了一年两年去喂猛乳 你请问你 你在喂奶的期间 你有没有月经 我不知道这个事情 我知道很奇妙 很多人就没有月经 偶尔有一两个 喂奶中的 还有月经 会有 因为她可能吃了很多毒药 或者她的胸部非常大 或者她的奶水比较多 好 那绝大多数 十之八九的女人呢 在喂猛乳的期间 是完全没有 因为奶水比小孩子 吸光了嘛 小孩婴儿拿走了 所以完全是没有月经的 那等到停来了以后 大概两个礼拜 两个礼拜 就胀了 胀了很凶 好 那两个礼拜以后 月经才开始慢慢开始来 好 这是第一个证据 第二个证据呢 很多太太们 心意说这个月经呢 是你这个卵 没有受到受精 就要复作在子宫上 没有受精以后 排出来就是月经 对 我们说你微信课 对我们讲的吗 对我们讲 好 那我现在请问你 非常多的天下的妇女 他们去做结杂手术 为什么要做结杂 就是不要排卵了嘛 就不会怀孕了嘛 对 结杂了后 你说没有卵了 就在卵子宫里面 不会有卵了 那结杂了 那结杂的女孩子 就问她 太太 你结杂了以后 请问你月经还有吗 有啊 每个月经准时来啊 那没有卵了 还在排月经 这两个就很充足的证据 所以诸位听众呢 你只要是问问旁边 你是男的没关系 问问家里 姐妹们妈妈们 他们就会给你答案 就知道我讲的对不对 那有些女孩子 根本就没结婚的 就不会有奶的嘛 对 每一个女孩子 她没有结婚 她一个时候有奶水 她不是排到外面来那么多 而是她会胀奶 胸部会胀得很强 这个奶水不是说 你要怀孕才开始排奶 不是的 没有怀孕的时候 照样会有奶水的 这个奶水呢 就每个月 到了28天 正常的时候28天 这个系统是心脏在管 当你心脏的功能 非常的强的时候 心脏就会把奶水 每个月按月 把这个奶水的 慢慢慢慢往下走 消灶到子宫里面 跟李老师呢 讲了一个问题 他讲了一个黄冰内经 里面的一个话题 我觉得很诧异 他说呢 哦原来 每一个人的这个奶水 这个女生来说了 这个奶水和月经 原来是一回事的 那我就问了这个问题了 那为什么这个 下面是白色 下面是红色的呢 下面红色的原因是因为 当然月经是白色 没有奶水是白色的 好 为什么是白 中医人为白是羊 红色的 颜色比较深的是属于阴 但女人胸部为羊 所以女人胸部排出来的奶水呢 是白色的 男人呢 腹部为羊 所以男人的金子排出来是白色的 但是这个生化过程是这样子 当男人 那个女人的奶水呢 从胸部开始 你没有受孕啊 你没有结婚 没有受孕 你没有怀到孕 那每个月来水就会顺着充卖 任卖 慢慢慢慢下达到子宫 子宫呢 正好后面就是小肠 小肠是非常热的一个组织 所以中医认为小肠是像火 心脏活动能够产生的热 这个心脏的热呢 经过肺部的压力 我们所谓 金火箱形的状况 这个肺好像 那个我们把比方成一个 汽车的冷却系统 心脏就好像 汽车的引擎 那你光有引擎的话 如果没有水箱的话 你引擎过热 你是不能开的 所以水箱的功能是要降热 肺的功能最主要是 把心脏波动产生的热 心脏波动产生很多热 所以心脏是火 那这个热呢 是因为肺部的波动的力量 压力 我们呼吸啊 深呼吸的压力 肺气液下降 硬把这个热移到小肠去 所以在中医认为 心和小肠是表里 两个都属于火 也就是说 正常的人呢 你要心脏和小肠 这两个脏腑之间 是有相同的温度 相同的速度 还有相同的压力 所以实际上中医是一个物理医学 你用物理的角度去看中医 看得很清楚 不是化学医学 西医是一个化学医学 什么都是NZ 你都是要看酵素 所以你子宫里面 在奶水进入子宫以后 这个子宫呢 刚好跟小肠 就在小肠前面 小肠的热力很强 热等于是烧过煮过东西 就好像你那个肉 本来是白肉 那红烧过以后 就变成红肉 红烧肉 这边红肉一直变成熟过以后 排出来就是月经 真的吗 还有呢 我们小肠的温度比较低 比如说小肠温度比较低的时候 月经排出来就比较淡 颜色就会比较淡 比较粉红 那你怎么知道 小肠温度很低 小肠温度控制了脚的温度 心脏的温度控制了手的温度 所以我们叫手脚是不一样的 那脚的温度是静脉的 循环回来 因为动脉下去以后 静脉循环很好了以后 动脉的血才能够达到 那个指头的末梢 所以我们要让脚的循环回来 比如说我们一些病相 生成静脉的一些静脉循环堵塞 那对西医来说 根本是只能做一些导管 就除了通话会吃一些 让血液变得很稀释的药 稀释血的药 最有名的就是 那还有一种是 cumulant cumulant是一种老鼠药 老鼠吃了老鼠就死掉了 那个血就吃了以后 血就不会凝固 用这种血吸住 来防止那个 静脉血管酸塞 防止一些那个瘀血 从静脉回流会心脏 造成心脏病 而实际上 静脉回流呢 是小肠在管 那如果把小肠的温度 控制得很好的话 下肢根本就不会产生 晕血的 国学堂重复收听方式 中国广播网 3w.cnr.cn 点播收听 网络参与 中广论坛 bbf.cnr.cn 国学堂专栏 欢迎发表您的意见和观点 其一不了解 奶水就是月经 而且这个系统是心脏在管 有一天你的心脏出问题了 可能这个问题 心理上的打击 比如说太太 一个太太面临到离婚 或者是那个男朋友跟她分手 或者是家庭里面 事业衰落下来 或者是太忙碌 太操劳 忧心太多 都会造成心理的压力 这是精神上 还有呢 药物上面 你如果吃抗生酒 还有吃些止痛药 这些安眠药 这些你会比较 工作太忙 实际上工作太忙 不能睡觉 这个不是病 可是你把它当成病来做 来治疗 来控制 你吃的安眠药 我刚刚讲的这些药 都会伤害到心脏 那心脏呢 受到伤害以后 因为吸药 药性都比较寒 有些心脏 也就是说你吃的这些药 长期吃的状态之下 你心脏波动的力量 就没有那么强 产生的热 就没有摩擦的深热 就没有正常的那么热 这个时候 有奶水呢 比如说我们每个月 正常的 百分之百 产生的奶水 是百分之百 会进入子宫卵潮 但是呢 你没有百分之百进来 你只有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六十 或者百分之八十 那有百分之十 百分之二十 停泊在乳房里面 成就的奶水 在乳房里面堆积太久 这个成就的营养 就已经坏死掉了 那坏死掉的话 旁边的乳房的组织 就会误解 这个营养不应该待在这里面 而且是坏死的营养 你怎么不出去 怎么待在这里面 就刺激旁边的组织 一个细胞变两个 两个变四个 变八个 就细胞异常的 产生异变 组织产生异变 这是乳癌的来源 所以乳癌的来源 基本上是奶水 我们简单讲 就是心脏力量不够 所以奶水没有办法 百分之百每个月 从春部的乳房 下巴到脂宫 变成月经出来 有部分的奶水 停机在胸部里面 日期月的以后就是乳癌 所以这里解释到了 为什么吃女性荷尔蒙 这个会得到乳癌 这个主持人 如果我们两个男的 我们想开始吃女性荷尔蒙 在一年两年以后 我们两个胸部很大 你可能是 你吃的比我多 你可能是D咖 我说是C咖 我说D咖 哇 失敬失敬 所以说 这个女性荷尔蒙 会产生很多奶水 像比如说美国 它为了增长报国 所以他们FDA准 允许养乳牛这批农民 允许他用女性荷尔蒙 来喂乳牛 但是因为家家 一吃的女性荷尔蒙 产生很多奶水 所以牛奶怎么能喝呢 你喝到牛奶 你以为你喝到是牛奶 你以为很多女性荷尔蒙 这个胸部就变大 感觉牛奶 不管有没有采女性荷尔蒙 牛奶本身就不适合给人吃 是给牛吃的 怎么会人吃呢 那加上他们用女性荷尔蒙 来喂乳牛 那女性荷尔蒙 会产生很多奶水 结果男人吃的 我就碰到病人 是男性的乳癌 那五年先他得到乳癌 那左边的乳癌 他就开刀 做话来切掉 结果五年以后 右边又得乳 硬快胀脏出来 然后这个乳癌 不但变成乳癌 还变成淋巴癌 因为你讲到淋巴 你讲到肚脉里面 变成血癌 就血癌 那刚刚提的就是 我们一个乳癌呢 后面实际上 隐藏在后面的是七种癌症 而不是单单一种乳癌 你心脏在管这种奶水 当心脏在管奶水的时候 有一第一种可能 就是奶水没有停机 没有排出去 按照月薰排出去 奶水停在乳房里面 停久了 变成乳癌 这是一种情形 这只是其中一种 还有一种情形 你心脏衰弱 那同时肯定 忧郁态重了 忧伦伤肺 人们认为是忧郁态 它就会伤到肺 当你肺力养不足的时候 这个奶水 不会停在乳房里面 它会倒流 跑到肺里面去 这个奶水 进入肺脏的时候 这个肺脏里面 本来不应该得到这个营养 现在得到这个营养 就产生突免 这就很多太太小姐们 一辈子没有抽烟 结果死在肺癌 那西方医学 把肺癌 归基于在香烟上面 实际上 肺癌有肺癌的成因 那台湾的医生呢 许许说 哎呀 女人都会得肺癌 你们没有除非 因为你们在厨房工作 油烟吸的很多 那你讲这句话又蠢 你在台湾 你是井底之外 你没有到美国去看看 美国有五亿的人口在那边 只有四亿的人口 做菜是没有油烟的 因为美国有五亿人口吗 对 五亿的人口 然后三亿多是合法的 一亿多两亿是非法的 所以五亿多 那如果说 他们这就是要油烟 可是美国的食物 你不了解 美国食物根本没有油烟的 他们的烤箱 根本没有油烟 那或者是吃冷的 吃冷的 那还没有油烟 结果一大堆 你问你妇女得到肺癌 你不抽烟 也没有闻油烟 就得到肺癌 为什么我要去指诊他们 因为你不能说 你打个找病的病因 比如说肺癌归咎在油烟上面 肺癌归咎在抽烟上面 你如果只是 大家专注在这两个主题上面 没有注意到其他的话 病人还是指在肺癌 对 你不是找不到原因吗 病人没有警戒心 对 好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真正原因 所有的原因 统统找出来 而不能说归咎于哪一个 归咎于哪一个人 这是不对的做法 它是原因其中之一 但是绝对不是绝对原因 绝对原因是跟心脏有关系 所以我刚刚讲第二种 就是肺癌 第三种呢 刚才那个鲁兹如果 没有 肺弱 对 养殖不足 它就会 这养殖不足的话 鲁兹逆流进入肺脏 这就是肺癌的起因 还有个女的呢 这个 好 我们所谓洗 新竹洗 开心的人心脏很好 但伤 你都认为悲伤的人 然后伤心 你觉得有婚姻不好 或者是家里面有亲人过世 受到很悲剧的压力打击 这个时候 奶雪呢 跑到心脏里面去 不入肺 但奶雪逆流到心脏 这是女人得到红白气 盲伤的原因 但奶雪呢 如果没有入肺 奶雪进入后面的肚脉 也是进入我们的脊椎乳 肚脉又会怎么样呢 听医师讲病啊 就感觉就像 有那种震撼性 我个人觉得真是很奇妙 很神奇 刚才他讲到说 那这个奶雪 如果没有能够顺势的排到子宫里面 如果进了心 那就是红白气脏窗 进到肺就是肺 那如果往后走 进到了脊柱里面 又会怎样呢 好 如果进了肚脉的时候 在我们来说是第六椎 第六椎的穴道是 我们所谓这个 灵台穴 好 也就是说 诸位听众 或者是 这个临床的 这个医师 在第六椎 可以找到丫头里面 当你奶雪 进入肚脉以后 这个肚脉 得到不正常的营养 就是你这种奶雪 不该是属于肚脉的营养 现在多了 但奶雪就是这个 真的 这就是我们等于血癌的病因 早因 现在血癌有两种 一种是真的是心脏有问题 然后奶雪进来 然后跑到肚脉里面 还有一种 就是小孩子的血癌 小孩子的血癌呢 像五六岁的小孩子 有人得到血癌 他的原因是 就是Polio 我们的那个 小阿玛丽疫苗 小阿玛丽疫苗注射以后 它的后遇症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小孩的脑瘤 第二个就是小孩的血癌 这是人为制造出来的 那如果说这个奶水 这个是心脏的物理制造出来的 奶水呢 这是它的病基 当奶水跑到肚脉里面去 造成肚脉得到过多的营养 产生了 UKEMIA 就是我们的血癌 也换句话说 反过来 如果我们的理论是对的 病人去压 所有天下得到血癌的病人 第五椎一定有丫痛 不是 我讲错 第六椎 灵排血也会有丫痛 背后的都脉上面 那如果是红麦前脑上 进入心脏的时候 在第五椎的地方 因为第五椎正是心脏的管心脏 如果是进入肺癌的话 第三椎就会找个丫痛点 所以我们什么问题 从都脉的丫痛点 可以帮我们 协助我们做诊断 确定这个是红麦前脑上 确定这个是血癌 或者确定它是肺癌 当我们用这种诊断 最简单的诊断 马上知道它的状况 这样的时候 我们吃了药 如果吃完药 比如说我在治疗血癌的病人 我们不用去 你去验血 说看你白血球多高 每个礼拜吃完药 每个礼拜回来一次 我往你压压滴流水 痛慢慢减轻 代表你的筋骨 如果你痛持续的加重 代表你的病情在加重 不需要去验血 也不需要去做脊髓穿刺 所以你马上就知道 同样的是 我今天治疗红麦前脑上 红麦前脑上 为什么病人脸上 会有蝴蝶般的红疹 红斑的现象出现 因为红色的营养 本来是应该进入心脏 我们所谓的青色黄白黑 这五种营养分 要进入五脏的 甘性疲惠身 红色的营养 应该是进入心脏 就是血 那现在心脏里面呢 现在有奶水溺流到心脏里面去 站在心脏的位置 所以红色的营养 进入心脏的时候 进来之间 有人已经在里面了 所以红色的营养 没有办法玩 百分之百待在心脏里面 它就会溺流跑到脸上来 所以你看到脸上 它就是红色的 像蝴蝶斑一样 在里面上 所以它就有狼疮 那这一看就知道 那我们是个中暗 你怎么知道 有没有效呢 我们把心脏的功能回复 把奶水排除掉 第五罪压养 减轻 红色的斑子 自然而然就退掉 这是我刚刚提到的三种 还有一种呢 当你的奶水逆流 跑到淋巴系统里面 就是我们的淋巴 跑到我们脑部去 奶水跑到脑部去 就是女人会得到脑瘤的原因 那如果跑到 在乳头的下方呢 是我们肝筋 直接落到乳头的下方 那我们表面上看 正面上看 竹阳面胃筋 是经过乳头的 那乳头的下方 实际上有肝筋 那如果奶水如果顺的 这个乳头下方肝筋的位置 进到肝脏的话 就是肝癌 所以一个奶水的问题 有心脏在管这个奶水越筋 奶水变成越筋 心脏一出现问题 后面有七种癌症在等到 那现在最可 最可怜的 这七种癌症 七一到现在 不知道为什么 他只能说 基因的问题 肝癌 肝癌 还不太 吸肝 鼻肝的病毒在里面 在里面试炼 肝炎三不去 像肝炎 肝炎一段时间没好 肝炎化 肝炎化以后就是肝癌 实际上 并没有抓了真正的病 我们有很多病人 鼻肝一辈子 也没有肝癌 好 鼻肝的人 大概一百个人里面 百分之一百分之二 会移转肝癌 否则的话根本就相按无事 假设您这个理论是对的 对 这个科学的 还是假设 那为什么 男人也会得这么多的 这个问题 男人又没有奶水 那不吃 都持续和尔蒙化 对 没错 男人呢 这是中医的要 大家要好好听这一段 因为 在历史上 大概能够讲得清楚的这一段 就是我跟唐龙川可以讲得很清楚 四川那个金方家明医 我跟大家介绍的是唐龙川 我们清朝的时候根子赔款 那当时就派出我们这个 那个很会读书的 像重元才者 很会读书的 派到西洋去学西医 唐龙川就是学了西医以后 回来再去研究中医上 他发现中医真美 好 他就开始写 写了一本书的中西会同 我刚跟大家讲 女人的奶水排出来是白色的 男人的精子排出来是白色的 所以男人腹部是羊 男女人胸部是阴 胸部是羊 刚好是反的 这个精子呢 是有 也是心脏在控制的 那 当我们的精子排出来以后 我们产生精子 然后在小肠跟膀胱之间 我们有所谓的精工 这个精工就是我们平常 一直在24小时在制造精子的地方 制造精血的地方 在哪里 在小肠 小肠跟膀胱的中间的一个缝隙里面 所以我们叫精工 啊 我一直以为 我读生理文成 我一直以为是那两颗河头在干净 这个西医的大错特做 因为西医呢 他西医的解破学是解破死尸 所以他搞死掉的人 膏胱里面有精子 他以为认为膏胱在制造精子 实际上是错的 我们有精工 这个精工呢 是在膀胱表 对 膀胱 没有 跟那个小肠的中间 精子在精工里面形成的时候 刚开始是一传血 然后慢慢经过小肠的增化 增化以后 他开始慢慢的精炼 会排出 在精炼的过程中间呢 一定会产生残渣 比如说我们今天去体炼 黄金体炼什么东西 一定会有残渣嘛 甘蔗 我挤甘蔗 就是甘蔗炸出来 对 我们的残渣 这个排泄的 这个男人的残渣排泄的方向呢 就顺着我们的韧脉 一路密往上走 日白就是这个肚子上的那条 对 肚子上 从肚子上 这个肚腹 一路往了正面的正中线 一直往上走 走到嘴角旁边 围绕了嘴唇一圈 那 其实他 因为他每天在排这个肺渣 残渣 排出来就是我们的男人的胡子 我们男人的胡子 就是男人的月经 你说男人没有月经 的确没有 男人有日经 每天 所以我们每天要刮胡子 这个胡子 实际上就是人体产生精子的残渣 哪一天你的心脏有问题 这个精子的残渣 没有办法百分之百 达到你的嘴唇方面 变成胡子 这个精子的残渣 逆流到心脏 男人得到红脉气郎肠 也就是说精子残渣在下面上来 要到心脏 非常的远 所以 绝大多数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 得到红脉气郎肠 都是女人 因为女人是奶 离心脏最近 所以得到红脉气郎肠 比较容易得到 那如果是精子的残渣 进入我们脑部 一样 就是脑流 精子的残渣 如果到逆流 没有办法到嘴角 逆流从心脏的下方 进入我们地流嘴 男人得到血癌的原因 那如果这个你去吃女性 荷尔蒙吃了很多 会得到乳癌 这个男人会得乳癌 百分之百都是药物 男人是不会得乳癌的 百分之百是药物造成 什么药物 药物就是女性荷尔蒙吃了 有男人会吃女性荷尔蒙吗 吃到 你喝牛奶啊 他不是想去喝啊 他不是想去喝 吃女性荷尔蒙 他是误食的 他不知道 牛奶里面有女性荷尔蒙 现在你荷尔蒙污染的环境 到什么严重到什么程度 我跟各位听众报告一下 这很好笑的事情 在有大概五六年前 有一篇报道 在我网络上面 实时评论里面就有写 就把这个报道也截录下 当时也做了评论 这个在以色列 这个郊区里面 山里面有条小河 那河里面都有这个 就有很多鱼啊 那个生物学院去研究 为什么去研究 因为他们发现到 这个河里面的鱼啊 在闹同性恋 这个奇怪 鱼怎么闹同性恋 就把河血拿来化验 河血一化验 糟糕 里面有女性荷尔蒙 好 奇怪呢 女性荷尔蒙 这个女性荷尔蒙 又不是天然的 不是女性自异常 是人工合成啊 不会消失的 就代表很多女孩子 来旅游的人 女孩子在这边荒调里边 这些上色的小便 从这个排出来的 女性荷尔蒙 残留在河水里面 那于吃到女性荷尔蒙啊 就同性恋 这不是大笑话吗 我们现在的环境 已经被污染了 这是一个真实的个案 这是当时真实的个案 就这个西药厂 制造的女性荷尔蒙 人工的女性荷尔蒙 根本就没有办法 好消失 对排掉消失 怪不得现在男人的 阳刚气越来越少 是啊 我们叫环境荷尔蒙的污染 跟牛奶也有关系 对 尼斯跟我讲到了 由于呢 女性荷尔蒙 在这个地球上放了 它是化学合成药品 所以导致了 就像那个蝴蝶效应一样 导致了一个 偏远郊区 池塘里面的鱼 都变成同性恋 哇 真是 然后呢 后来呢 那你如果是男人呢 男人是根本就 不得有乳癌的 对啊 所以就因为吃了 喝了牛奶 喝了还多 造成乳癌 所以男人不得到乳癌 根本就是被西药厂造出来 被人为造出来的 那如果精子呢 你就是脑部 就是脑瘤 所以当你发现 它所谓到脑部呢 它到底这个 它会进入我们的 棉巴系统 所以很多德本脑瘤 实际上 你爸还有一转脑瘤的 你爸还直接通到那里面 但这个 如果说男性的得到 乳癌 男人得到血癌 就是因为 这个精子逆游 从心脏的下方 反正顺着认脑 到了心脏的下方 从下方 心脏的下方 逆流进去 因为心脏有问题啊 心脏力量不够 我讲的心脏问题 不是结构的问题啊 不是说你一定要有 冠状动脑血管 你一定要有 那个心血管 心脏的心血管 你一定要有关心病啊 你要有半膜必锁不全 不一定啊 心脏你只要羊的功能 热的功能太弱 就会造成那种问题 所以当这个 这个精子的残渣 应该要到嘴边 变成胡子 没有办法到他嘴边 到心脏的下方 就进入身体 跑到第六嘴 跑到肚脉里面去 跑到骨髓里面 这是男人得到 血癌的成因 那我们就 当你知道这个 过程的时候 你先假设我 尼亚像是对的 你问血癌的病人 你胡子 几天第一次 我在生病以前 每天剃胡子 现在不需要 现在三五天 第一次 那做了化疗以后 可能一个月都不用剃了 好 任何的治疗 我无所谓 你是需要了化学治疗 或者是这个换骨髓 什么都没有关系 你的身体 也是由你自己来说的 而不是说 我的医生告诉我 胆固寸很高 我的医生告诉我 血糖很高 这都是错误的想法 错误的做法 应该你要告诉我 我很喜欢喝热血 我肚子很饿 我晚上睡觉很好 我大病三天才一次 诸如此类的 你要陈述你身体的症状 所以作为一个大众 百姓 作为一位医生 都应该要有个概念 就是什么叫做正常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 大家都在看 你得到什么病 就是西医就要 病名制造越多 他一天到晚 这些研究西药学的 西医学的 你都在实验室里面 病人造居 你随时就制造 很多病名出来 他们是以制造病 有个名称为荣 因为造出来的病 有个名称的时候 它是可以卖药 不然的话 这个药吃出无名 这个药干什么的 我这个药是制造 红半仙囊肠 它红半仙囊肠名字是 它制造出来的 这样它才有机会卖药 然后实际上 你看到红半仙囊肠 什么时候制好过 从来没有一个好过 所以我希望各位听众 一定要记得 什么叫做常人 健康的人有六个症状 当你知道正常人 你第一个可以治保 身体一有问题的时候 你马上自己就治保 第二个 你已经有病的人 在吃药的时候 健康的症状没有恢复 代表说你的病还没有好 或者你吃方法不对 对 或者你的方法不对 或者你吃错药 并且在加重的中间 所以健康的标准 一直以来都没有建议出来 我已经把它建立六大原则 那哪六大原则呢 第一个 我们要每一天晚上 要能够通宵睡觉 光是一个睡眠 是要很多的脏谱 协调在一起 才能够完成一个睡眠的动作 我们必须要经过心脏 心肠神 肝肠魂 肺肠破 还有胆里面没有堵到东西 因为胆经管12点 是指食 11点到1点 心脏的功能 肝脏的功能 肺脏的功能 胆的功能 完全没有问题 我们能安安无论的睡个通宵 那如果有问题了 比如说你肾脏有问题 肾脏有问题 很多尿毒的病人 或者是肾脏功能不好的病人 肾脏肿瘤的病人 上来 好 那肾脏有问题的时候 第一个就影响了心脏 所以心脏受到影响的时候 当然你就不好睡 就失眠了 而真正的失眠的原因 是来自肾脏 可是我们动手治疗 不是治疗肾脏 我们动手治疗 是治疗心脏 这就是中医的整体的概念 好 所以比如说我们治疗一个尿毒的病人 那你开了一大堆 肚脏的药 开了一大堆 你认为说能够让肾脏功能 恢复的药 在肾脏上面着手 你是不会治病的医生 肾脏功能 恢复不是你这种方法 好 肾脏功能 我们治疗肾脏 一定要去治疗心脏 因为你肾脏功能 有问题 第一个影响了心脏 反过来 当我们把心脏 保护得很好的话 你肾脏功能 再坏 你肾脏功能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要去把血肝脏 去补他的肺脏 那肾脏功能自然而然就恢复 所以尿毒症 当然可以治 怎么会不能治的呢 那吸引者 你尿毒产生的尿 尿毒在血里面 自己小便 尿毒的人没有变异 自己不会小便 这个病人呢 就要去洗肾 那这个时候 这个尿毒 这个毒素在血里面 呆太久了 已经好 心脏会造成心脏压力 那心脏会受不了 就去把那个血液透析 好 就我们前几天讲 把血拿排到体外 然后把里面的毒素 抽走再循环回体内 可是这是一个 很消极的做法 你如果说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肾脏 肾脏功能呢 第一个影响到心脏 心管五夜 我们的流汗 也是管心脏 睡眠也是心脏的管 好 那你现在碰到 一个尿毒的病人 他原来 尿毒的病人是不会流汗的 你会牵下所有尿毒的病人 你去运动 他跑啊 跑啊 还是不会没有汗的 因为他心脏已经受到影响了 因为他在洗肾嘛 洗肾并没有办法 让心脏功能回复 那当我们知道 心脏的功能是这样子的时候 病人吃了我们的药 开始的 人家通宵睡觉 第二个 有汗的 可以运动会出汗的 而不是倒汗 运动才会出汗 平常不出汗 然后第一个正常是睡眠恢复 所以刚刚才知道 你说六大五大指标嘛 对 第一个是睡眠 所以睡眠 就我刚刚解释了 能够睡通宵的人 在等其他丈夫没有问题 第二个 就是我们的饮食 吃饭 胃口 为什么叫做正常的胃口 就是三餐 时间到 开始饿 饿的时候 开始吃东西 同时饿的时候 你会想要吃什么 我这一天好想吃 那个蒸饺 我这一天很想吃水饺 我这一天很想吃酸辣面 都没有关系 这代表你一个 想法会出现 所以正常的人呢 会想到我要吃什么食物 同时胃口会饿 肚子会饿 那你胃口如果没有了 我不想吃什么东西 我也不觉得已经是有问题了 第三个呢 我们要每天一定要有一次的大便 而且是在早上 好 因为早上的时候 五点到七点 是大肠开窍的时候 大肠吃气血流入的时间 好 那你刚才说到早上 那如果不是早上 那如果不是早上 那晚上就要拉成什么 对晚上 那我们就要想办法 把它调理回来 这个时候 所谓上功致胃病 刚开始 你这个不代表病 只代表身体某部分不协调 那这个时候就要找中医 赶快把它调回来 你不能只能等到 变成大肠癌了 在中医再看 好 那就是下功 下功致胃病 西医就是下功吧 还是要等到你有癌症 才去动手 而之前有症状 它不会动手 所以中医认为西医是下功 上功是智慧病 你一开始不对的 就要马上就开始动手 这是第三个 第四个 小便 一天的五次到七次 好 那我们这些小便 什么叫健康小便呢 健康小便呢 好 就是当你小便出来的时候 量很够 差不多400cc到450cc中间 就一罐大可乐 对 差不多量 小便小便量 小便一尺大量 而不是说 每个小时到期小便 小便算一点点 这都不对 就是已经要治疗了 那不能说等到什么 社会线 还来跑出来 或者是膀胱还来跑出来 或者是怎么样 好 所以非常注重 别人小便的 颜色呢 小便的颜色 正常的颜色 应该是淡黄色 同时透明的 那如果是小便的颜色 太深 或者是全部是白的 都是 很多像啤酒的泡泡那样 泡泡也不行 像啤酒泡泡很多的话 这就是可能 肾脏功能 已经比较差了 嗯 而第五个呢 就是我们口渴的现象 你想到要喝 你觉得口渴就喝 正常的 而不是说 我是你不断的口渴 不断的喝 你喝太多了 而且你喝了三杯水 四杯水 五杯水 还不能止渴 这就是定态 国学堂重复收听方式 中国广播网 3w.cnr.cn 点播收听 网络参与 中广论坛 bbs.cnr.cn 国学堂专栏 欢迎发表 您的意见和观点 诶 重新发现中心太美 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太美 刚才呢 你老师讲得很有气 啊 简单的方法 就能知道 你这个健康不健康 因为它背后 大有玄机啊 就比如讲到 这个手脚冷和热 其实很多人觉得 冷就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是吧 很多女孩子 手也很冷 也不觉得有什么 就冷就冷呗 反正就好 实在不行 就误一误呗 但其实背后 肯定是代表 后面的整个体系 有点什么问题吧 对 当我们发现到 我刚跟大家报告过 当这个心脏的热 除了移转到小肠以外 心脏的余热 会到手掌上去 所以我们手掌上 有两条筋 一条是心包筋 一条是心筋 所以我们劳工学 少虎学都在手掌上面 所以当心脏 在夺定产生的热 大部分的热 会进入小肠 余热会到手掌上去 那就是心脏 也就是说 当你心脏 如果热稍微少了一点 我们身体 马上就侦测到 手掌比较冷 少了更多 手掌变成冰的 那在手掌冰的 我们已经开始动手 想尽办法 让心脏的热 回到手掌去 如果小肠的 小肠的温度 如果下降了 脚就开始冷了 小肠的温度 如果下了更多 脚就开始冰了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开始动手了 手冷脚冷 这很重要 当然是重要 好 这个 还有呢 这个比如脚冷 我们刚刚讲脚冷 这个脚肠在管 军工的 在管子宫卵巢的 那你小肠如果冷掉 那你奶水下来的时候 进入子宫卵巢 这个小肠温度不够 这个月经排水 还比较等红色 不是很正常的红色以外 好 那小肠冷掉了 小肠冷掉的话 奶水是不是下来 没有办法 百分之百进入子宫 因为它进入子宫 前面是盘冰的 冷的 好 冷的前面堵到 好像我们暴风雪来的时候 汽车通风堵在 高速公路上一样 对 又有天不会的 这个冷天才会堵到 然后那个润脉跟冲脉堵到 那这个奶水下不去了 它就会找地方去 如果找到地方 呆的地方是淋巴 那就是淋巴 如果呆的地方是乳房 就是乳癌 所以我 一直反过来可以推论 那病人呢 你如果知道 正常的人 手脚是温热的 当你知道有这个概念以后 我不管你吃哪个中医的药 我不管你吃温病 或精方的 都没有关系 我念一下 从来不反对任何人 我一直反对 对病人没有用的药 那你怎么知道 你不是新医 你怎么知道化学治疗没有用 很简单 你说化疗 治疗乳癌 如果有效 做完病人 手表是温热的 代表有效 病人可以睡觉 一觉到通宵 代表心脏功能回复了 因为乳癌的病因 就是南水利流 停留在乳房里面太久 你的心脏再滑 那怎么知道 心脏功能回复了 你如果做了化疗 开始不要安眠 要什么就不要 做了化疗以后 一觉到天亮 然后手脚开始温暖 你继续做 你一定会好 你现在就知道 最一次就知道 那你吃了 如果吃了我念一下 开给你的药 不能失眠 仍然是失眠 手脚是冷的 吃了我的药 你失眠更严重 手脚是冰的 比以前更坏 代表我的药没有用 所以做个听众 做个百姓大众 你一定要知道 如何保护你自己 而不是盲目的 听医师去做 您刚才说到这个手热 那脚挡论 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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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脚强的心脏是凋理 所以一样是 属于心脏的问题 对不对 所以我刚才讲 小脚是管静脉的回流回来 心脏管 动脚到四肢末超去 所以我们 比如说我们讲个方式 比如这样 我光是这样讲 我们把他运用的处方式 来看的话 比如说现在瘟币 他不敢用的 桂枝和白烧 实际上桂枝是 心肝发散 它有点心辣 味道是肝味的药 所以发散 就是四肢 所以你吃了桂枝下去 会散到四肢 所以桂枝呢 除了羊药以外 心肝发散为羊 羊药以外 它是讲白了 就是桂枝能够加速 心脏的 喷射的力量 让心脏把血 顺着这个洞来 把我们身的血 推到四肢末超去 但白烧是酸味的药 它是主收敌 它是主阴药 所以桂枝白烧 用在这个厨房里面 我们不要管它的寒热 光是阴阳来说 桂枝是阳 白烧是阴 那阴阳是一个 相等的状况 所以我们用的时候 桂枝和白烧 一定是等量在那边用 所以好 等量用的原因呢 我想我们静脉跟动脉 全身有静脉跟动脉 大家都知道 那你知道吗 静脉跟动脉是等长 一定是等长 有没有人有疑问 不对 不可能 一定是等长 除非你有血管流 对部分血管太多 好 我说的话一定等长 那把桂枝跟白烧 这两个药 等量的药 中间放个自肝草 自肝草可以护到你的心脏 保持心脏结构很好 那这两个一动起来以后 会产生很多汗液 因为它循环为家属 这个时候我们就放些 生姜红枣在里面 为什么 这个汗液呢 吃了药以后 汗液的来源是肠胃 就生姜跟红枣 把肠子胃里面的精液 再补回去 这个我们柜子汤的来源 当你了解这个方例以后 你都加减就很简单 今天有个小朋友来 他肚子痛 妈妈我肚子痛 肚子是负为阴的 好 这时候我们把白烧加重 是柜子的两倍 比如说柜子三前 我们白烧被六前 好 增加腹部的循环 所以早药是很有名的 去腹痛的药 如果你把柜子上里面 把白烧加重 吃的时候 就加你移糖 好 糖的话是入脾胀 甘胃的东西入脾胀 因为少妇是脾胀在管 我们经济的时候 带了腹痛 抽筋啊 会剧痛 好牵扯的痛 我们用甘胃的东西 甜味的脉亚糖 可以让经济的形状减缓 就好像很多的听众朋友 如果你是晚上老先老太太们呢 你每天晚上睡觉 都有脚会抽筋 那我现在 你听到我节目太好了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 你在晚上睡觉以前呢 你拿那个汤匙 那个一般的中国人喝汤的汤匙 三汤匙 都要一汤匙 很多的红 那个蔗糖 不能人温白糖不行 一定要蔗糖 红的砂糖 或者是冰糖黄糖都可以 很多的糖放在杯子里面 用热水 让它融化在里面 等到温以后 你喝杯很浓的糖水 你每天晚上喝一杯 保证你夜夜通宵 绝对不抽筋 那我们就 卖鸭糖去做的功能 所以这个药加起来 病人吃下去的时候 不但胃口大开 从此复通就没有了 这就是我们经历里面的 小建东方 那同样的呢 如果是 这个 我们发现到 手冷 脚是热的 这时候我们把柜子 加重一点 白勺还是等 原来柜子上是 白勺 柜子是怎么样 因为静脉 动脉 静脉的动脉是等长 那现在心脏的力量不够 搭到手边 手是冷的 脚是热的 我们把柜子 加重就好了 所以我们有柜子 加柜糖 好 就是这个 加解就出来了 这一整套 如果你真的了解 我刚刚讲的 他们那个观众里面 有高手 中间的高手 你听完我讲的话 伤痰症里面 百分之六十的处方 你就知道 它为什么是这样来的 哦 所以这是经方 对不对 你刚刚讲 健康几个标准 对 睡眠 手脚冷 冷热 然后呢 还有 每天一时大便 每天大便 小便啊 口渴的问题 胃口渴的问题 口渴的问题 这一部分 基本上 所有的那 那就应该是健康的 那在我觉得看来说 对大家来说 比较重要 比较简便的方法 就是看手脚 最远的手脚 因为吃东西 不是那么明确 基本上来说 睡得好 手脚热 就不会太大问题 就是太太们 如果你担心 比如你有三个小孩 你担心你的小孩子 身体健康不健康 因为很简单 你晚上的时候 看到房间 他怎么盖被子 天气怎么冷 或怎么样 他脚永远落到外面 这些小孩子都是健康的 一看就知道 所以很多小孩子 他把脚露出来之后 那个父母 非要把他摄进去 让他被子捂着他 真正把小孩子 那个搞出病来 这就是无知带来的问题 对 所以啊 这个 为人父母者 不学医 思维不辞 为人子女者 不学医 思维不孝 这个 你老实就是说 关于这个问题 刚才我们讲了 这些 您用时间还不多 您的话用几句话想讲 为什么很多小孩子 会得那些 更像那种病 但是小孩子 很少得肝癌啊 肺癌的人 一般就是血癌 脑瘤 脑瘤 这两个原因 都是什么呢 小孩麻痹 疫苗造成的 最常就是疫苗 实际上是不必要的 所以疫苗这个东西 实际上是 把死的病毒 死掉了 这个病毒死掉了 他把它弄死了 死掉以后 然后用一些 把再注射到 人的身体 希望 产生一些抗体 或者一些 有病毒 像好像天花的病毒 他经过牛的身体里面以后 经过动物以后 他毒性会下降 还是活了 但是他毒性下降 就是在注射到人体里面去 他们西医认为 是这样子会产生 人体会产生抗体 实际上 人体不需要经过这个阶段 人体本身就会产生抗体 所以1914年的时候 大流行的感冒 那个时候得到了感冒的人 没有死 就到抗体 到现在还存在 那你现在打 现在假流的抗体是怎么样 他明年的时候 假流或者是一段时间 一个月两个月 假流变种 你又要新的疫苗 这疫苗打下去 不但没有用 反而会让人体的 自己产生的疫苗系统 产生的抗体系统 会受到伤害 因为这本来是 人体自流会产生的 所以要物尽天择 我们人一定要 习惯于风霜 外面是风雨 都可以要在外面 不可以 温室里发度 你什么都打疫苗 一点比抗体都没有 将来抗体都没有办法制造 那为什么有老年人 会得各种的癌症呢 那按照理说 老年人他也没有奶水 七八十岁了 以前的没有什么癌症 以前大家都是五代同堂 你可以问问 小的东西想想看 隔壁丁就五代同堂 家里面一百多个人 老金老太太 甚至都很好 现在为什么很多癌症 因为很多癌症 是被定义出来的 比如说乳癌 其实乳癌来说的话 有百分之三十 三左右 有三分之一的乳癌 是根本就不需要治疗的 那社会性癌 是百分之九十的人 根本就不需要去治疗的 他一辈子 他成长的数都非常慢 根本一百岁 也不会造成你困扰 可是呢 医生要赚钱啊 医生要怕 对要体检 想尽办法 把你挖个东西出来 那个他也不成青红皂白 你确定乳癌细胞 会在几年内 会杀死这个病人吗 都不能确定 反正先拿掉再说 这个保险 然后我们保险先拿掉 实际上你不要去动它 一百年一百岁 也不会有事 所以实际上 所有癌症里面 癌细胞成长最缓慢的是 社会性癌 在美国 全力下来 全力下来 结果呢 现在在美国 男人死亡 第一的造成男人死亡的癌症 就是全力下来 那因为美国人喜欢吃 一天到晚吃维他命 我们可以学美国一些科技的东西 但美国一些生活习惯 是不能学的 不能学 素食不好 可乐也不好 维他命更不好 所以笑啊 不重要的是 给你父母买多少保健品 那可能是不笑的 让父母高兴 不担心你 那就是最大的笑 没错 好了 感谢大家收听 今天的国学堂 下一周同一时间 再见 谢谢 国学堂重复收听方式 中国广播网 3w.cnr.cn 点播收听 网络参与 中广论坛 bbs.cnr.cn 国学堂专栏 欢迎发表您的意见和观点 中文字幕已 jury 胡兰欧 我们ãy�씨 啥 无法 卡 提换 提换 除了 颇 不 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